我先問你這個愛的可能這個歌 你覺得你想唱什麼樣的畫面 因為歌詞我們大家都理解了 你想唱什麼畫面 我覺得她的故事講的就是 這個女的喜歡這個男的 但是這個她應該是持來者 然後她覺得不可能 因為人家應該有女朋友 或者是已經有夫人了 她就覺得算了 我只能遠遠的祝福你們 我得不到我們之間的感情 但是我希望能夠永遠跟你做朋友 OK 你的畫面理解是這個 好 我把歌詞給我聽出來 好 那現在放音樂 自己來唱一下 我們來唱一下 進入唱的階段 我來聽一下 感覺得唱 你出現我身邊 像個奇蹟發生 你想的會是我 等一下 問題在哪 字咬得太死了 你出現 每個字太清楚了 比如說你說話的時候 你不可能說 你出現 我身 你肯定說 你出現 你出現 所以 你出現 你出現 很 很輕的 很弱的 去放這個字 OK 再來 不要咬字太緊 對 不要太緊 你出現 你出現 我身邊 像個奇蹟發生 我們把琴音兩句調整好了 後面就好辦了 音量再輕一點 你第一個字呢 你字不要總是想著你要聽到 等你聽清楚的時候 我們唱 我們聽的人已經太死了 這個聲音 所以它是那種 若有若無的 你字 你出現 是慢慢出去的 不是 你 你 你爸爸咬死字頭 音樂呢 伴奏的音樂再調輕一點 調小聲一點 好 你出現 再找 你出現我身邊 像個奇蹟發生 沒想到會是你 讓我如此失晦 我心中的感覺 是這樣陌生 快樂的牽掛 在相聚的每一分 你的情緒OK 但是我希望這個情緒放在後面 前面這一大段落放平一點 就是剛才是放淡一點 慢慢递增 如果你現在已經這樣了 等一下你在後面 你的情緒要更大 那怎麼辦 明白 先控制 那要不要像講故事那樣嗎 還是 一定是 講故事 先淡淡的訴說 還沒有到那個 其實它的起伏是從 因為你有你的人生 我有我的旅程開始的 即便是這樣 第一段的這個地方 也不能突然唱得很起來 就是說 你先順著先唱上去 通常都是到二段的時候 才慢慢地增地增地增 這個感覺 OK OK 咬字再鬆一點 還是有點 還要再鬆一點 輕一點 短一點 嗯 就像我身影像個奇蹟發生 那想的會是你讓我如此失魂 我心中的感覺是這樣陌生 快樂的牽掛在相聚的每一份 想以為我經過所有愛的可能 這一刻才贏了我又多麼天真 想給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願的 想要你的心卻怕不能成真 因為你有你的人是我有我的旅程 在前方還要等著你的人 你會哭會笑會愛會傷身 你會不會牽我的門 雖然你對我的認真 我也感動萬分 你這就不是屬於我的人 但記得在你孤單的時候 我會伸出雙手 我會是你朋友的永久 我會是你朋友到永久唱得不是那麼准 我先說一下 你知道你這個調子定的有問題嗎 不知道 比如說你現在覺得 你現在用的是他的那個孫陸的那個原調 對你來講有點低 為什麼呢 你看你高音區的時候 你進入到那個真假聲的 混聲的輕音唱出來 那個音色好聽 前面太扎實的聲音顯得太沉了 然後你發揮不出來你的音色 所以你要聲調 你先加一 先來試一下慢慢看看我們到哪個調合適 就是我不想讓你的聲音在這首歌裡面唱得那麼沉 你看 原唱那個誰呢 他唱的聲音很大聲的 就是葉倩文 因為葉倩文以前是那種老式的唱 老式的那種90年代那個時候的唱法 就聲音他本身的嗓子也是大嗓門 然後他就唱得比較 唱得很狠 然後呢 你聽了孫陸的版本他沒有 他其實是都很親吟的去唱的 他的調也跟那個誰不一樣 那現在到你了 每個人每個人的特色嘛 到你來唱的時候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調聽起來 我覺得在你的音區裡面 把你的聲音弄得很沉 我喜歡聽你稍微飄起來的聲音音色 飄一點 對 所以你要把調子要提上去 你先加一好不好 去到你的app裡面加一 你先加一試一下 咱們先試試看 然後我們要不斷地調 先把調調合適 那我是繼續嗎 還是重頭 重頭重頭 不著急 你出現我身邊 你像個荊棘伏手 沒想到會是你 讓我如此實惠 我心中的感覺 是這樣陌生 快樂的牽掛 在相聚的每一份 因為我經過最愛的可能 這一刻我在命裡 我有多麼精采 想給你全世界 你的我都不願的 想要你的心 卻怕不能撐撐 因為你有你的人 是不足為子 因為還是低了 因為 輕輕地往上動 因為你有 你先把這幾句唱完 我再幫你定調 這個比剛才那個已經好了 但還可以更好 你先唱 回家 嗯 因為你有你的人 是我有我的臉上 在前方還有動著你的人 你會哭 會笑 會愛 會生生 你會不會 敲我的門 你會哭 會哭 會哭 等一下 我們再往上升一個 就是加二才從頭開始 加二 放棄 我說的 不要 不要那麼 你不需要用你的喉嚨的部分去唱 你只需要放在頭腔那個部分 用輕 用輕輕的聲音 弱弱的去唱就好了 要這個感覺 嗯 你不需要加哭腔那麼重 因為葉倩文哭腔很重 孫禄好一點 但你跟他倆都不一樣 我要你的聲音是用另外一種感覺 去唱這首歌 你再加上去 再從頭來 你不要一心加調就緊張 OK 好 對 因為一般我都很怕高音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只管輕輕的去唱就好了 OK 說話去唱啊 幫我輕輕的講故事好嗎 自言自語的感覺 不要那麼大聲 那麼衝擊力 不要完全不要 OK 好 再來 嗯 嗯 你出現我身邊 你顯個輕輕握手 你顯得會是你 讓我如此思惠 我心中的感覺 是只言陌生 快樂的牽掛 再想去的美麗 對 呃 傳 Winter is a 不已的öz 作詞 разв想在這裡 我找我 我 minimal 看你 你izada 在裡 我找我 你 我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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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事 我卻是 Kinya 你以为你的眼神 我有我的灵状 在前面还有等着你的我 你会哭会笑会怀怀声声 你会不会瞧我的梦 心里能管我的灵状 我没有办法 你终究不是所有我的灵状 但只得见了孤单的时候 我会伸出声声 我会伸你和你的眼睛 下个问题 你们又觉得你看我们三个调分析一下 第一个调你唱孙祖之后调的时候很沉 你的声音全部是挤在喉咙里的 唱得有点磨不舒服 就是虽然你能唱你音低嘛 你也可以控制可以控制 但是那个音色出来我听起来反而很紧 后来加了一之后呢 好一点 可是呢加了一的这个调呢 你有些字是在喉咙里出来的 有些字是在上面的位置出来的 对吗 你能感受到吗 然后你如果你当下没有感受的话 你回头看你的录像 你看你的录像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第二遍唱的时候 有些字位置在上面有些字位置在嘴里又在上面又在嘴里 就好像真假生活就在不断的换啊 有时候有些歌需要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你来会换 但在这个歌里面呢 反而是统一的一个音色 你要么全都用真声 用嗓子唱也行 如果好听的话 要么你全部用位置唱 那么我们定了第三个调 你加了二就是完整了一个调之后 你的声音全部都上去了 很轻 你没有觉得堆在这里 对吧 感觉到了吗 嗯 你上去了 可是你现在缺乏一个东西 就情感也好了 可是你缺乏一个什么 自信 还有就是习惯 因为你不习惯 因为你在下面练的时候 你肯定不是练这个调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觉得怪怪的 突然声音这样 对吗 那你去看录像你就知道了 因为有时候自己 看自己的声音 听自己的声音是一个角度 别人听你的声音是另外一个角度 尤其是三个音 你一对比就更明显了 我帮你选第三个调 就说你第三个调呢 有个好处 第一呢 你不用再换来换去音区 你就舒服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细节和自信 你现在要习惯你第三个 第三个音高的发音的那个位置 轻轻的 你不是用唇差音进去了吗 然后在上面 然后用那个头腔的那个声音去唱 不要用嗓子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好 现在需要你的 把你的伴奏声音再关小一点点 OK 这样就跟你的声音可以成比例了 因为你知道你用嗓子用真声去唱的多的时候 你的伴奏的声音可以跟你的声音是一个比例 现在你的头声多一点 声音听起来近距离会小 它是往上走的 声音是往上走的 穿透里强 但是呢 它的这个伴奏呢 会听起来比你的声音沉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伴奏稍微再那个小一点点 然后才跟你的声音用载起来才会比较好一些 嗯好 你调一下啊 你调一下我们再来 再从头来啊 哦从头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点到第一我的不够自信 然后第二是不习惯 其实就是这两点 因为一直以来总觉得怕高音 总觉得我对高音不行 所以呢 不自信就表现在这里了 然后呢 第二个不习惯呢 其实就是 好 我用这个鼻腔共鸣嘛 上面的声区去唱嘛 对 我唱得出来了 可是呢 总觉得声音小 然后呢 就觉得哎呀 我唱的应该大声点 对吧 没错 没错 对 你会觉得呢 你因为以前你们就是用嗓用惯了嘛 你听近距离的声音会比较舒服 就比较能够坚听得到 因为你用嗓用嘴巴唱的时候 你想它这边的音许出来在这里 它离你的耳朵近 你听得很清楚 你就比较有抗肥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上面的声音 用轻轻的上面的声音唱去呢 你往上走的时候 那个声音会离你的耳朵 它是往上走的这个声音 本来就远了 听起来就会声音 自然就会小 再加上呢 它是这样的 它那个声音虽然小 但是它的穿透力强 可是现在你有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说 你真的只有听到声音小 穿透力还没那么够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你不习惯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吗 要在这个位置上呢 要多唱一唱 多磨练磨练 你的音量才能出来 所以说如果用这个声音 唱多了 练习多了 它现在小 但是它会慢慢变得大声一些 也就是它的那个大声呢 是这样的 它的那个大声呢 出来是有一个声音发声通道的大声 不是说像野嗓子一样 那种大白嗓子出去的大声 那个大声肯定比你现在的这个音量 再大一点点 那个大声是你在这个歌里面 能够给这个歌里面增加色彩的和音量够用的大声 而不是无限度的大声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OK 那然后你到时候回看你的录像的时候 你就知道 虽然你前面两个唱的声音大 比第三个唱的声音大 但是呢 你前面两个的这个歌唱的这个声音的感觉 一点没有第三个好 就第三个呢让你听起来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 亲切一点 可是还没有是最佳效果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明白 那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像那个那首领悟很高音 对不对 新小琪的领悟 那它是不是都用上面这边来唱呢 它有用嗓子的地方 也有用上 它是结合 对对对 因为新小琪的那个唱法 以前是也算是比较早期的流行歌曲 旧的唱法 所以他们用嗓子也用的多 它是后面 多么痛的 上面就转去那个假声的那个感觉 然后有些字又唱的是嗓子唱的 它是来回换的 OK 会切换的 但这个歌不是 因为这个歌你想想 本来这个就这么快 而且它字又这么多 你要来回每个字换真假声 真假声听起来很奇怪 有些歌呢 需要这样的效果 你知道吗 因为它需要真假声的对比 才会有那种 它需要这种色彩 你这个歌里面 你这个歌里面不需要 你这个歌里面要是用的太多 太花扫 好 我们再来 做一个成功课之后呢 再来 调整一下你的伴奏音乐 OK 已经降低了 然后再自信一点 对吧 对对对 自信一点 投入一点 你哪怕你心里真的 哪怕你耳朵听到 你不奇怪这个音色 但是你也假装觉得自己唱得很美 你先从精神上先去享受 OK 好 试一试啊 你出现我身边 像个奇迹发生 没想到会是你 让我如此识悔 我心中的感觉 是这样 我是快乐的牵挂 在相聚的面一份 曾经我见过 所有爱的可能 这一刻在你 我有多么天真 想给你全世界 想给你全世界 你可我都不愿意 想爱你的心 却怕不能成真 我以为你有你的眼 像我温柔我的路程 在天方还有挡住你的门 我会哭 会哭 会笑会爱会生生 你会不会 敲我的门 虽然你对我的人 真无疑 你感到万分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 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是你朋友 我会就 继续 那下面加感情的话 能不能加一点 有那么一点点的后悔 闹闹会那种 OK 好 曾经经过所有爱的可能 这个才能 我有多么天真 想给你全世界 你可我都不愿意 想要你的心 却怕不能争执 因为你有你的人生 我有我的意志 在前方还有挡住你的人 你被哭 会笑 会爱会生生 你会不会敲我的门 虽然你对我的人 真无疑 感动万分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 以后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伸你朋友 到我全 然后再上升一层吗 对 然后最后两句就弱下来吗 对 没错 没错 对 因为你有你的人生 我有我的路程 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 你会哭 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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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生生 你会不会敲我的门 虽然你对我的人 虽然你对我的人 只为你感动万分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但记得在我孤单的时候 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伸你朋友 好 现在是这样子的 你的情绪递增上去了 虽然递增上去了 因为我们定的这个调 给你的声音的强度发挥 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 我的意思说 因为它已经很高 所以你再往上顶的时候 你也顶不到太多的强度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强度和质感的话 OK 我们再降回去 就是说我们变成加一 现在我们不是加二吗 对不对 你现在加一 你从二段开始好吗 你倒过去 从第二大段开始唱 就是开始唱感情起伏来的那个意思 明白吗 我们试一下这个段 你把情绪加进去的话 后面声音的质感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选择 好吧 我会听过所有爱不可能 这一刻在梦里 我愿意添加天真 想给你全世界 你看我都不愿意 想要你的心 却怕不能真正 因为你愿意的爱是我的路程 在前方还有动着你的爱 你会哭会笑会爱会生生 你会变回敲我的门 虽然你对我的人正如意感动万分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你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 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 你会见过所有爱的开门 这个太忙了我有多么天职 想给你全世界 你可我都不愿意 想念那些却不愿意诚实 因为你愿意的人生 没有我的理智 在前方还有动着你的人 你会哭会笑会爱会生生 你会不会敲我的门 想念那些对我的人正如意感动万分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 你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 我会伸出双手 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 我觉得他最后那两句永远是朋友 其实也就是说而已 因为知道根本不可能 所以也就那个声音带过去了 因为你有你的人生 我有我的路程 在前方还有动着你的人 你会哭会笑会爱会生生 你会不会敲我的门 你会哭会想念那些声音带过去 声音控制是挺好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就是说可不可能 其实他也是就心里希望 是一个永久的朋友 但是至于这个事情 能不能发生就不知道了 它是一个问号 所以最后就是比较弱的淡的 有情绪的有情感的结束 这个是做得很好 你知道我今天 你选了这个歌以后 你知道每一次 我们拿到一首歌 练的东西都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歌 我们会很多的处理细节 但这个歌几乎 没有跟你讲任何的细节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你的声音 你已经表达出了 就是你唱每一个melody的时候 已经唱出了这个歌的感情 都在里面了 但是呢 这首歌反而是你的什么难度呢 定调 你知道一个歌手定调特别重要 就你刚才说 因为你担心高音 所以呢 你就一开始你就说唱这个原调可能就好了 然后你就根本就没想到说要生调这件事情 对吧 是不是这个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的是说 在你歌唱的时候 你就算你的高音唱得再好 你不一定定高了调就在你的歌里面适合你 你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因为就说看这个歌呢 你进来唱这个歌 它需不需要有定那么高的调 或者是需不需要定这么低的调 所以定调的根据你 你的个人的最后的决定的音乐色彩来对比 你比如说你选择了 孙怒的那个原调来唱的话呢 你的声音就比较沉 那也有些人会喜欢那种音色 你知道吗 就是虽然你的里面换起来有点 磨 大白嗓子都在这 但是有些人喜欢那种声音的质感 他喜欢那种喉咙的质感 那我是更喜欢你唱清明的 因为我首先第一 我听不得特磨的声音 就是磨来磨去 感觉在里面很沉重 那我觉得那个好 那然后呢 我们在直唱第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你加二那个感觉好 但是等到你把第二段情绪又加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二段进去的时候 强度差了一点点 就虽然你心里做进去了 但是因为太高了 就对你来讲 你handle的这个部分 你就觉得给不上力了 那个力量强加 心里是有的 可是就比较勉强 那在加一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你能做出来 然后你加一的时候 我希望你的情绪还可以再饱满一点 就那个到二段的时候 到后面的时候推的再多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歌就比较更丰满 现在呢 听起来还是会有点 因为你知道吗 我生了吊之后 其实我想要你不要去碰嗓子 然后呢 音乐的色彩给人感觉是一种比较清清淡淡的出来就可以了 你明白吗 不是那种很纠结的声音 你知道咱们练过很多歌对吧 有纠结的歌对吧 有情绪跨度大的 我其实就是希望你能够很平稳的唱出来 那个谁唱的是很纠结的 那个谁 叶秦文 叶秦文 叶秦文唱的是声音 就是我记得以前他什么 反正就是很重就对了 人生 我有我的 他就经常都是那种哭腔啊什么的 他是那种唱法的 对对对 他就是那样子唱的 嗯 那我觉得你不是那种 你要那么唱的话 你整体就没办法handle了 他是一个比较 嗓子比较大的 他就是用嗓子唱的 用唱快的那种声音唱出去的 所以你们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你反而用更轻盈的方式好 你包括你看现在很多比赛 是不是他们翻唱歌曲的时候 都跟原来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远唱 现在的小年轻参加比赛的时候 唱以前的人们唱那些老歌 你几个见到他完全跟了 他几乎颠覆了老歌的那种唱法 对吧 重新编曲 所以本来孙鹿在唱的时候 已经跟那个叶倩文 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你唱起来跟他们两个更不一样 可是呢 需要情绪再递增一下 在刚才的那个里面 再激烈一点点 再激烈一点点 二段以后再激情一点会更好 所以这个歌里面 你要决定了定调 你知道定调就是给你的音乐色彩 你现在能明白调子 会给人的音乐色彩吗 你知道吗 我只能理解你今天教我的 就好像你说 如果整首歌全用假音的话 那就是轻盈轻飘飘 然后那个情绪的话 不用波动太大 整首歌下来 对 那如果说 那个有假音真音的话 就会有不同的层次的感觉 那你该高的就高 该加重情感就加重情感 对 好 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 亲爱的路人 以前唱过的亲爱的路人 如果你用低一点的音唱 给人是一种感觉 高一点的音唱又是一种感觉 那么你就大脑想想想 你觉得高一点的音唱出来 亲爱的路人给人是什么感觉 低一点的音唱出来 给人是什么感觉 你来跟我说说 音乐色彩 如果说高一点的音唱的话呢 给人的感觉 可能就是他已经坦然了 不再这么追究过去的伤痛了 可以放下了 如果说低一点的 多加了那种感情色彩的话呢 其实他 强度 对 还在纠结 还有一点点那么的不甘心 对 对 你说的很好 所以说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就是当我们很多歌手 专业歌手在定调的时候 他是有技巧的 就说并不是你们想象的说 是不是因为我唱不上去 我定低音 我唱得上去 我定高音 No 就是说当一个歌手 把所有的高音低音都练完了之后 他在看到一首歌的时候 他要想 我这个歌是表达的是飘逸 飘逸的话 那好 我就用上面的头腔的部分唱 用我的这个声音的音区去唱 如果想唱一个 娓娓道来 诉说故事的 你说挂在那个头腔上 头领上 是不是显得很奇怪啊 就显得很支在那个地方 不亲切 对吧 那选择一个感觉是在嘴巴里 口腔里唱 明白 对吧 要有点来点纠结的 带进的 那就最好是 有前面的真声的强度 同时也有 也有一点假声 可以掺进来的 有一个变化 因为你 你都是真声强强强的话 你又不是完整的唱摇滚 或者什么的 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 音色的变化的话 那就真假声对比 假声和真声的音色 对比起来 比较丰富多彩 对吧 有实的纠结的声音 然后又有虚的 飘出去的感觉 所以加起来就比较丰富 所以他的调呢 决定了 你的调根本就完全是定了 你的音乐色彩是什么 明白 所以他是想 先决定他想表达的感情 然后他再选择用什么样的调 对吧 所以高低音并不是说 我这个嗓子适合什么音 我就用什么音 但另外一个更重要 去决定的就是 我想表达怎么样的情感 我想述说怎么样的故事 在这首歌里面 我想让观众听到什么信息 对 是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呢 他们只做到了第一点 他们只是关心 我自己能不能唱得上去 我自己能不能低得下来 我能不能完成这首歌 他从来就没有动过脑筋说 我想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这个对于学歌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困扰他们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学习技术的时候 满脑子都想着 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高音 对 那他就忽视了这一点 你知道我在教唱歌的时候 我注重了什么吗 我练声的时候 我是让大家练的完全都是特正式的 就是尽量是不要动喉咙呀 这样的发音方式 对吧 可是练完之后 我每次都会叫你们根据歌曲再决定 是有些音是要放在喉咙里呀 有些音要放在上面呀 其实那就是强调你们歌唱的音色 你们要给别人什么样的感觉 明白 你看哈 如果你要是一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学唱歌 你的努力的方向 你就不明确 第一努力的方向不明确 第二你永远都在学习唱歌的当中 你永远都没有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哈 第一就是什么叫学习方向不明确 就是因为你你知道声音的这种打磨 是需要蛮长时间的艺术 这个技术方面 对不对 可是那你在没有 你练会了 你练的某个程度的话 你总得唱歌吧 可是因为你又在执着着 你还没有练到某个音 所以你这些歌你就心里啪啪的 对吧 你就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歌手 你是自由的呀 你现在可以在你 你练声的时候是练声 但是在你选歌的时候 先选一些你目前音域以内 你可以完成的歌 然后去好好地把这个歌的情感打磨好 因为最重要我们是要听歌曲的 好不好听 而不是听你练声练得好不好 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吗 很多人容易学到 一练声以后就学到说 拼命地就是想着那个 我的高音能唱多少 结果呢 学了几年还唱不好几首歌给别人听 那是因为他在执着那个技术 他没有好好的去他的情绪上 歌曲上去好好下下功夫 你要知道歌曲唱好是情感和 情感和技术合二为一的嘛 对吧 你不能只做了第一步 你第二步不管 你知道第二步情绪处理是一个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吧 每个小节每一句 我们之前练歌 每个字都要精确到那个 那那个也是一个复杂广阔的天地啊 你都在那个地方 你都不碰触 天天就是那个 基本发生 基本发生重要 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 可是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只看中前面 后面就不管了 想到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他们 就我们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很多老师 很多交流就发现说 现在有些人 有些人是光唱歌不发声 心里想的东西 因为技术太差了 表达不出来 但有些人走反面 是只是注重技术 而不注重情绪 就是变成了一个 会发声的唱歌难听 你是不是觉得很冤枉 会发声的唱歌难听 啥叫会发声的唱歌难听 你都会发声了 你应该唱歌好听啊 嗯 对吧 但因为没有情感 对 所以难听 对对对 你会唱歌 但是 但你会发声 可是你唱歌难听 你说你冤不冤枉 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和二 所以选歌的话 那个音色 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以后你在定调上 要考虑 今天这首歌 我觉得最重要 是给你的提醒是 你的调应该怎么低 不是说一定要什么原调 今天我还刚给上面那些课的男生 也在定调 他也是 就执着那个高音 最后我说 你其实想要某某某人的 那个感觉的话 你反而是剪一个调来说 你马上就抓到他那个感觉了 他一降 他就说 因为他总担心 认为说自己降了调 人家觉得他就不好了 不厉害了 不优秀了 我说问题是那个歌 人家是给那个歌手写的 那个歌的英语写的 歌手的英语写的 不是给你写的 当然有的人音语很宽了 什么歌他都能唱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选歌的时候 你不得替你打算嘛 是不是啊 你得替你计划嘛 你又不是替某某人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OK 美声歌曲很多 没办法降调 因为呢 它是低音已经到最低了 高音到最高了 空间太小 我们流行歌曲 还是比较空间大的 所以说我就是今天告诉你 你还是要在定调上 要多想一想 你唱出来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呢 录像会转出来 转出来之后呢 你看一下你的 在录像里面唱的感觉 然后你再回味一下 我说的意思 三个音色不同的感觉 好吧 谢谢